東華大學109級的宇傳系畢業展 在系主任董克錦的帶領之下 和40多位的畢業生發揮所長 利用一年時間準備 6月1號開始在校內外 分別展出動靜態作品 種類相當的豐富多元 歡迎民眾可以前往參觀欣賞 走進展間就能感覺到滿滿的幸福氛圍 在東華大學宇傳系109級畢展中 就分了四個展區 其中一個就是以原住民族 傳統服飾與現代婚紗做出對照 他們除了讓部落年輕人穿上族服 更是讓老大人們換上西裝白紗 展現出不同的人文風情 在過去的年代老人家可能沒拍過婚紗 就拍過傳統服飾 對 然後這次又融入一些 我們傳統服飾的部分 然後是給部落的年輕人 因為現代人是在穿婚紗 然後以前的老人家都在穿那個傳統服飾 然後我們現在來做 就是想要做一些對比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有布置一些 比較婚禮會出現的舞台 然後部落的就是婚禮的歌曲 然後這樣子去做一些呈現 來到另一處展區 現場的攝影奏品更是豐富多元 其中有一對同學 就特別以光合影作為主題 利用光雕手法呈現出傳統的文化記憶 讓觀商者體驗到影像的多元風貌 我們這次展出的大主題是零色 就是另類的攝影 然後我們主要是用光跟影來呈現我們的照片 就有特別的光跟利用一些物體製造影子來拍照 然後我的主題就是小標示以阿丁狗 就是阿蜜是影子的意思 然後就是呈現就是 就是人在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面向這樣 動畫大學宇傳系這次的壁製展覽 是以好久不見久等了作為主題 除了在校內外展出靜態作品外 更有精采的動態作品即將在微秀影城展出 而這些都是西上同學 耗費將近一年時間所完成的偶心力寫 畢業的同學真的是籌備了一年 然後精心規劃 然後我們用靜態展還有整個影像 尤其在影片當中的話 我們製作了五部的影片 即將在新田洋樂園6月6號 然後能夠正式的能夠來受映 另外我們等到6月8號9號 也有兩天的時間會把這些影片 還有靜態展都移施到我們那個校內來做展出 那這一次真的是我們同學 畢業的同學 然後花了一年的時間 然後為大家把他們整個在四年 所學所得的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用他們自己的影像的方式 來做精美的一個呈現 展覽期間從6月1號開始 一直到6月9號 以分類展出的方式進行 並在不同的時段個別上映 讓觀商者可以透過各種角度 認識到影像背後的含義與故事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以前往參觀欣賞 記者徐立琴收風箱報導 然後我們能夠照顧itar 我們在從1月8日的目標 那只要去判的一ó 或者是要將它推移到